好 接著就講什麼 我過了 我剛剛講過 最後一個其他注意事項 我剛剛講了半天 根本是錯的 它根本不會有電 為什麼不會有電 因為中間是斷路 它斷路 它根本不會有電 所以講了半天 它根本不會反應 它其實是不會反應 如果那樣它是不會反應的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電 它斷路 我們需要給它 搭齊有餘的橋樑 要加一個岩橋 讓它溝通 才會形成通路 所以我要加個岩橋 讓它有個可以形成通路 它才會真正的會產生電流 它才會有電 才能夠真正做成一個電池 所以我需要做一個岩橋 把它搭在一起 那麼所謂的岩橋 就是裡面要加一個強電解質 強電解質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用的是硝酸甲 用別的東西也可以 重點它必須是一個強電解質 強電解質 然後呢 我們做實驗的岩橋就是用 我們做實驗是用U型管 兩邊三棉花 中間都灌滿我要的容易 然後不要有泡泡 因為泡泡就會隔斷 會阻隔 就算是一個沒有完全隔斷 它也會使它那個變得比較少 電阻會變得比較大 之類的 所以也不要這樣做岩橋 然後岩橋就是讓它能夠形成通路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發現喔 心會變成心離子 對不對 是不是多了很多的正電 那麼銅離子會變成銅 表示正會減少 就是負會增加嘛 增加 那麼正負電會互相吸引 對不對 所以呢 心會變成心離子 有很多的正就會 把負電吸過去嘛 那麼銅離子會變成銅 正減少等於負增加嘛 負就會把正的吸過去嘛 所以你就發現岩橋中 岩橋中的 岩橋中的離子 正離子會跑到正極 負離子會跑到負極 負極 負極 好 所以你就 來 正離子會移向正極 負離子會移向負極 你要記這件事情 有兩種方法可以記 剛才講的一種方法叫做 異性戀相吸嘛 正離子會去吸負離子 負離子會去吸正離子嘛 那麼 還有就是看它裡面移動 它移動 哦 負重負 看它的移動 負電出去 然後移走過來 哦 負離子要去負極 負離子要去負極 OK 你就記出了 這當然會再說一次 所以你有兩種方法 其實它怎麼走 所以岩橋的功用 第一個要溝通電路 讓它行程通路 第二個就是保持電中性 你的心理子變多了 正變多了 跑一點復過去 然後它就會有個維持所謂的電中性 所以考試問你 岩橋有什麼功用 答 功用一 溝通電路 二 保持電中性 保持電中性就是我們岩橋的用途 那麼如何保持電中性 就是看那個正負離子的移動 然後它保持電中性呢 就是正離子一向正極 負離子一向負極 那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有兩個方法記住 一 異性電相吸 正電吸負電 負電吸正電 第二個 看它的移動方向 負電從負極出去 然後讓回到正極 在裡面是從正極到負極 所以裡面的電池裡面的負離子要跑到負極 用這個方法知道說誰該去哪邊 那你就記好正離子要一向正極 負離子要一向負極 那考試問你說 請問你假離子一向銅板還是心板啊 硝酸跟一向心板還是銅板這樣子問 所以就是注意 我們岩橋的功用 溝通電路 保持電中性 然後如何保持電中性 正離子一向正極 負離子一向負極 那麼不需要用岩橋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做 然後不需要用岩橋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做 而且別的方法效果可能會更好 不過不管他這個是偉大的大學程度的那種學問 我們就不理他 我們就是用岩橋做就好了 然後呢 有些教授曾經寫文章罵說 你們怎麼說要保持電中性呢 本來就會電中性啊 因為那些不可能活下去啊 他是有別的什麼什麼用途的 有教授這樣子罵過啦 不管他那種偉大的教授的偉大的學問 都不是我們國中能夠理解的 就不要理他 我們就是保持電中性 我們就是保持電中性 那些偉大的學問以後再說啦 以後再說 你專門學這個時候再來說啦 我們現在就這個講法 OK 這邊有一個影片 就是心會丟掉電子 然後變成心離子 然後就有個症 那症呢就會把那個負呢吸過來 把那個負吸過來 然後呢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子做成的電子有電流在流 有電流在流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電子的狀況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OK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岩橋的功用 請記住 岩橋要用什麼東西做 要有強電解質 岩橋有什麼用途 一 溝通電路 二 保持電中性